年近歲晚, 很多人都會在家裡曬蠟肉 之前有觀眾反映 屋邨有人曬蠟肉, 影響樓下單位 這次更誇張, 旺角街市出現飛天豬肉 我也是住在庫頂, 我經常會看 就剛剛看到天上好像掛了一些東西 然後看清楚一下就看到 為什麼會有些好像掛豬肉 就這樣看下去都有十幾條 有沒有想過它是怎樣掛上去的 它是可能掛了自己這幢大廈 接著可能鑊繩, 拿一條刀剃上去 將另一個鑊口位鑊到對面那幢樓 天線道 有網民估計在兩邊大廈放繩下街 然後在地上綁起來, 掛好蠟肉 再上樓拉直繩, 再鮮進一點 可以用航拍機刀做到 實行低空經濟, 真是有創意 我們今天去到現場 掛在半空的豬肉竟然憑空消失 但在旁邊棚架的內側位 就用浪衫架釣著幾條鑊肉 不過, 它們是否原先釣在半空的豬肉 就不得而知了 看見過 何時見過 前一陣子在這裡走過, 擔不擔心 有一天真的會中笑 會的, 就盡力走到那邊 或是, 如果它賣, 我不敢值 覺得有點怪怪 怎樣怪怪的? 這些住宅地方也有這些東西出現 坦白說, 你走也不會擔心地走 對吧? 每個人都是平時的 別看我這麼高 拉了條線, 從一邊慢慢扯過去 對, 都應該很大工程 一棟樓拉去另一棟樓 都不會, 晚上 你看見廟街那些 拉那些線, 都是這樣做的 我覺得很噁心 等於你一塊肉擺久之後 你都會滴了煎油下來 地下或其他位置 你說你放回自己的家 或其他位置就可以 但你這個棚架位 是人家看到的 都會覺得有一點點噁心 還有, 真是滴了油下來的 都中了頭獎 那你想去, 難聽一點 叫做去找哪個是兇手 你都找不到的這方面